好了 壓絕啊 你看不出來嗎? 那裡有兩個壓絕收器 有一個比較清楚 有一個比較不清楚 對啊 那是壓絕 那是壓絕 跟上面那個其實是一樣 只是上面那個比較模糊 它反而是直到比較上面那個 那個扁扁的 可能都同心圓的那個 那個都是壓絕收器 好啦 因為該醒的都醒了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神經系統 因為談生理系統不外乎就是先談構造 再談功能 那神經系統談構造的部分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直接從神經組織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身體唯一可以從組織跳系統來談的 就是神經組織跳神經系統 你可以跨過那個器官這個層級 那整個神經組織當中呢 就是兩個重要的組成的細胞 負責傳達訊息的神經細胞 簡稱神經源 以及協助神經源運作的神經礁細胞 神經礁是指神經源以外的地方 的那個區域叫神經礁 然後神經礁這個地方 也會穿插了一些輔助性的細胞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神經礁細胞 那神經源跟神經礁細胞在形態上 通常呢 差異性還蠻大的 神經源的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細胞表面呢 有很多的突起物 如果我們用神經 運動神經源 如果以運動神經源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它的細胞軟體 就是細胞核所在的位置 有多的突起物 那這些突起物 它某一種角度會有一點像電線一樣 因為神經源在傳達訊息的時候 會衍生出電的現象 好 所以細胞核所在的地方 就是細胞子集中的地方 也就是大部分胞器所在的位置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叫細胞等體 細胞膜的表面 利用細胞骨架的幫忙 讓細胞膜可以向外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的構造 我們就稱之為神經 出擊 這是很白話的說法 那因為它是比較細細的線條狀的構造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稱為叫做神經纖維 然後可以分成兩種 肉眼無法判斷也必須要測量的方法 神經源通常它會有一些纖維是負責讓訊號進來的 好 所以負責讓訊號進來的這些突起物 我們就稱為叫做樹 然後代表的意義 這邊是訊號的 好 這邊代表訊號的輸入短 那對運動神經源來說的話 它恰恰好有多個速度 好 然後都比較短 這是它的速度的特性 然後軸圖呢 軸圖這邊它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它的纖維的上面 包覆著一節一節的神經交細胞 所以訊號輸出的地方 我們稱為叫做軸圖 好 代表訊號輸出短 好 輸入或輸出 不是用長短來判斷 這樣 不是用長短 不是用數量來判斷 因為我們這地方所用的例子是運動神經源 運動神經源下 它是多個短速圖 好 然後單一條長軸圖的 這樣 你如果要判斷速度輸出的話 最好的方式還是用測量的方式 會比較準一點 這樣 所以 這是舉例的關係 好 所以 速圖或軸圖它的長短數量都是可變化的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多個速圖 速圖也可以只有一條 那這邊的速圖高的比較短 而速圖也可以是比較長的 比如說感覺神經源它的速圖就是比較長的 同樣的軸圖也是一樣 軸圖不一定要這麼長 軸圖也可以比較短 軸圖也可以不只一條 可以是多條 所以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一對多多都有可能性 這樣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那神經膠細胞一般我們會有一個籠統的字眼 就是它可以協助神經源傳達訊息 而神經膠細胞的一個可能跟神經源的搭配方式 就是呢 如果我們把那個軸圖上面出現的這個一節一節的構造 這個構造呢稱為叫做水槍 OK 水槍就是 如果我們這地方做一個橫切面的話 那這個橫切面當中 神經纖維落在中間 然後周圍呢 就是有扁平的神經膠細胞去把它給捲起來 所以組成 組成水槍的細胞 這個就是神經 叫細胞 好 以運動神經源來說 它上面的神經膠細胞通常是 那個很有名的 徐望 以它名字會命名的徐望細胞 對 徐望細胞蠻常出現在周圍神經當中 然後呢 它以扁平狀的細胞把神經纖維給纏繞起來 纏繞起來之後呢 它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絕緣 你看好 那絕緣事實上只是神經膠細胞的眾多功能之一 好 但是它可以協助形成水槍這個構造 所以談水槍 它是指整個神經組織或神經系統當中 一個構造的組成 那這個東西是用什麼做的 是用神經膠細胞所形成的 這是一個神經源跟神經膠細胞的 可以的搭配方式之一 好 所以整個神經組織的細胞的組成 就是神經元再加神經膠細胞 其中比較明顯有細胞膜表面突出霧的 就是神經元 所以一般神經元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細胞分體跟神經突起 或叫神經纖維 OK 那這些突起當中 經驗法則裡面通常 那個纖維長度夠長的 才有可能出現水槍 所以在這個例子當中 又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這邊的素圖都沒有水槍 是因為恰好運動神經元的這些素圖 都是短素圖 所以因為素圖比較短 所以沒有水槍 不是素圖不會有水槍 像感覺神經元它的素圖就比較長 感覺神經元的素圖就可以有水槍 所以第三個可能的變化 就是水槍的存在 是以神經纖維的長度來看的 不是它是素圖 它是軸圖所以可以有水槍 素圖不會有水槍 然後我們的這個長纖維當中 出現水槍 又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要絕緣你可以從頭包到尾 但是我們不是 它是把水槍跟水槍之間留下一個小的缺口 這個小的缺口 我們稱為藍世傑或者是藍世傑 OK 所以兩個水槍之間的小間隔 神經纖維的表面 細胞膜直接暴露出來的地方 稱為藍世傑 那這個地方是有用途的 好 這是過的方面 談神經系統 如果你要談神經架構 可以直接去講神經組織 那神經組織就只有兩個組成 就是神經元跟神經交細胞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來了 因為大部分的神經元 只用一個神經元恐怕沒有辦法把這個訊號從來源 就是我們講那個訊號的傳遞架構 如果你從接收受器這個地方到傳達到洞氣 然後這個距離有時候會比較遠一點 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距離 所以一個神經元恐怕是沒有辦法完成這個訊號的傳遞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牽涉到你可能需要神經元連著神經元 所以神經元連神經元的時候的方式就是 那我在這個神經元要結束的時候呢 我再延伸出去再去接下一個神經元 那這個時候就會牽涉到你現在兩個神經元之間到底如何相連 通常在軸圖結束的地方的神經纖維末梢 它跟下一個神經元接觸的地方 會是下一個神經元的塑圖或細胞本體 然後接觸點的地方 有一個電子顯微鏡的照片可以讓你看到那個細節 286 下面右手邊那張小圖 軸圖的末超這裡常常會變得有一點寬寬的 那如果我們把神經元想像成像電線的話呢 你的電線當然可以直接接 可是我們的設計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現在是像那種 一些無脊椎動物像那個什麼 槍場動物刺織包動物的話 它的電線是直接接的 那我們不是 我們的電線是有一點錯開 而且錯開剛剛好是當電傳不過去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設計方法 這是我們的特色 好 所以呢 它這邊呢 軸圖末梢結束的地方 它會在地下一個神經元的附近 形成一個寬寬大大的 然後有包式一定距離的 這樣的一個銜接方式 所以這個銜接的位置 我們就稱為叫做圖處 獨處這地方總共包含了三個區域 第一個 第一個 包括了前一個神經元 的軸圖末梢 然後再來第二個 包括了兩個神經元之間的狹窄的間隙 然後接下來就是下一個神經元訊號的輸入端 所以接下來第三個很有可能是細胞體或者是樹 所以兩個神經元之間的接觸位置 我們就稱為叫圖處 它應該由這三個部分做圖場 包括前頭兩個神經元 前一個神經元即將結束的地方 下一個神經元的開始 那你會不會是樹 會不會是細胞體 跟刻意留下來的這個小空隙 這個小空隙 留下來它是有意義的 對我們來說比較複雜的神經系統 似乎好像都不太喜歡 讓那個訊號可以從前面傳到後面 也可以從後面往前傳 因為這樣對訊號的控制是不利的 所以神經系統內通常我們比較 好像是要設計往那個訊號 我們也說是單向傳遞 所以圖處跟控制訊號的單向傳遞有關係 它這個細節後面再來看 先承兜照面 好 所以現在 因為你現在有神經元銜接的必要性 那就導致我現在前一個神經元跟下一個神經元 是不是要用相同形狀的神經元 那就不一定了 因為你整個訊號的傳遞過程 再把那個寫出來的話 你首先要有冷跟受氣銜接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又要有人把訊號傳達給動氣 如果受氣到動氣有相當的距離的話 那麼接受氣的神經元 好 某一個神經元跟接動氣的那個神經元 似乎不一定要具有相同的造型 就是那個電線數目 纖維的數目不一定是一樣 好 所以以神經系統來說 通常呢 閒接受氣那個神經元 我們不是就把它叫做什麼 看現在師傅的把訊號往回傳 所以我們就把它要感覺神經元 然後銜接動氣的那個就叫做運動神經元 對不對 然後所以接下來 從受氣接收訊息到產生反應 你需要做一個訊號的整合判斷 所以誰做這樣的工作呢 就是聯絡神經元 所以如果從這個架構來看的話 大部分的訊號要傳遞的過程 你起碼至少要三個 起碼 萬一中間聯絡神經元多走幾個 那就不止三個神經元了 好 所以下一個神經元呢 在功能上面來說的話 看278頁 下面這張圖 如果我們先從訊號的傳遞方向性來說的話呢 銜接受氣的叫做感覺神經元 所以這個地方用反射的動作來看的話 現在呢 有一個刺激來源 敲膝蓋骨 然後本體受氣 本體受氣呢 現在受到刺激 好 所以緊接著呢 本體受氣呢 就透過那個感覺神經元把訊號傳回來 傳到脊髓的時候呢 經過了脊髓內的聯絡神經元 接下來再把訊號傳出去 傳到哪裡 傳到你的大腿肌肉上方這個地方 引起大腿肌肉的收縮 然後所以現在呢 大腿上方的肌肉收縮 它是生肌 對不對 所以一收縮之後呢 這時候膝蓋 膝關節這個地方就有伸直 對不對 所以肌肉動作 有沒有 所以這條路線上面呢 它可以經過三個神經元 感覺聯絡 然後跟運動 所以回到文字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從訊號傳遞的角色來說的話呢 可以將它分成這三個類型 感覺神經元 聯絡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 好 各位 可是就形態上來說的話 我到底需要神經元有什麼樣的造型的變化呢 先看一下那個上面的最左邊那個 雙極神經元 知道嗎 雙極是指 如果我現在神經元的細胞本體 只有兩個凸出去的 這種就是雙極 所以以細胞發展出去的 後面分岔都不管 第一時間出去的來算 如果只有兩個凸起 就是雙極神經元 感覺神經元就是屬於這種 所以剛剛那個 銜接本體受氣的那個 你仔細看 下面那個圖 銜接本體受氣的那個感覺神經元 它的細胞體在脊髓的外面而已 有沒有 然後一邊連結到本體受氣 另外一邊呢 它的軸圖深入到脊髓內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雙極神經元 然後有雙極有沒有單極的可能性 可以 最右邊那個圖 還有一種情況是 我可以說是單極神經元 所以那個黑色點代表細胞體 從黑色點出來只有一個纖維 就是單極神經元 那這個時候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看喔 如果是雙極的話 我大概可以猜一下 雖然不太肯定 但是可以猜一下 我一個當速圖 另一個當軸圖 所以如果單極的話 它恐怕只剩下用細胞體接收訊息 然後發出訊息的時候 用那個唯一的這個神經纖維 那分岔是那個訊號到底要擴大到多少 是範圍的問題 好 那真正比較複雜 你看中間那個多極 運動神經元是多極 可是運動神經元很好看 因為很好猜 多個短速圖 一個長軸圖 因為我們發現大部分運動神經元 都是屬於這種 那這個地方 這兩張運動神經元 因為前面已經有例子了 所以這兩張就特別放了什麼 聯絡神經元裡面 聯絡神經元裡面呢 它那種這個突起路呢 常常是很複雜 一開始從細胞本體出去的時候 就很多條 然後出去之後呢 還產生了密密碼的分支 對不對 而且如果這些 聯絡神經元是出現在你的大腦的話 你可能還會希望 喔 那個最好像下面那個 有沒有 密密碼碼的 然後到完全沒有辦法釐清 它那個電線到底怎麼接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理論上 有可能會比較聰明一點 思考力好一點 記憶力強一點 這樣子 所以 這個 這個 如果 如果我們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 我們窮擊醫生的努力 就是在朝向 像這樣子 就是讓你的神經纖維密密碼碼 這樣子 但是 要亂中有趣 就是看似來 看似密碼碼 但是它那個連結 又要留一點規則性 不然那個 就是 就是 五號 這那種 雜亂的思考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幫忙 那個無私亂想不見得好事 會想 那無私亂想也怪怪的 所以要有條理的想 什麼要有條理的想 真的很難說 所以看 念書絕對沒有用 就是 有一天如果我們能夠活體 把那個腦的組織拿出來切片的話 就可以讓你比較感受到 原來念書真的是有用的 因為念越多 可能這些纖維的分散 神經緣跟神經緣之間的連結 會比較膩一點 你看 那個 通常成年之後 發展會比較有限一點 所以趁著 將來小朋友小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多開發看得哪 這樣子 你可以去弄一個 那個電線 然後有很多的電極 然後每天 做一個電極帽 每天跟他塞在頭頂上 然後照三三把它電一下這樣子 這是比較急躁性的做法 蛤? 沒有一個保證 沒有一個學習方法是可以保證學習成效的 我們只是說它可能有效而已 好啦 那這是一個比較急躁性的做法 比較溫柔性的做法呢 據說 有兩種廉價又好用的這個小朋友的學習的環境 就是給他一個沙坑 因為沙子很細 那我們手部這地方有非常密的這個受器 你的大腦還記得感覺跟運動區 這裡有三分之二的空間都在處理兩個地方的訊號 就是手掌跟臉 所以 只要你的手有碰觸的東西 從質感 從溫度 不同的材質 包括粗糙面等等 形狀 只要這邊有接觸 大腦就要去處理 所以這樣可以活絡你大腦的這個訊息 所以沙子有一個好處 因為堆沙子 你可以堆出不同的形狀 對不對 這一種的 訓練腦部的方法 他還會訓練他肢體 因為你要 如果要堆沙雕之類的 對不對 那你手還要鬥細 對不對 然後稍微用力一下 就垮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這種訓練 他們是覺得 這是一個最廉價又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家裡真的有一個沙坑的話 身為父母 你應該會抓狂 因為小朋友是不受控制的 就以為他會跟你堆沙子 小朋友會有一種非常 嗨的玩樂方式 就是 這還好 這是來天女散花的 那還有一種那個品嘗型的 連食泡都可以喔 有些小朋友食泡拿起來是會啃啃看 嗯 果然這顆比較硬一點這樣子 聊起來有感覺 所以為什麼很怕小朋友務實東西 那個也就是玩具有沒有 那個有毒的 然後塑化性比較高的 或者是染氣用的比較厲害的 就謹慎小心 好 退而求其是 這個身為現代父母 你可能很難弄一個沙坑給他 你又不可能把你家的客廳 隔離辦的區域給他弄沙子 你真的會瘋掉 他撒了沙子你就會抓狂了 然後我一度很想要弄一個沙坑 對 然後警政思考之後我發現 他一定會給我沙的到處都是 國不其然等一下 兩制都是公德的時候 對於當年的決策還滿滿意的 幸好我沒有弄一個沙坑 不然我現在一定會瘋掉 所以退而求其是 就是積木 積木是形狀大致上以覆定 而是又有很多排列組合的方式 然後 可是你不要只買木頭的 你還要買不同材質的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是一個替代的就是球 要大顆球小顆球 然後不同質感就軟的有硬的那種的 那真的不能太硬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拿來K你的時候 他不是看你不喜歡要K你 他純粹只是好玩想要K你的這個 好 然後 然後 最差的玩具 就是那種有沒有 買來形狀 完全固定 然後 不能活動關節 然後也沒有什麼造型改變的 以後你要忍住 你要千萬忍住 不要買這種玩具 完全衝動到就是浪費錢 然後 欸 娃娃 你還好 娃娃可玩角色扮演 針對小朋友的那個 社會版 社會角色的扮演來說 是有幫助的啊 沒有啊 你買那種什麼 無敵鐵金剛來 你買一個無敵鐵金剛給他 這就 本來關節不能動對不對 你可能 那個 那個 晚上出去買回來的時候 當你睡覺的時候 他已經金剛噴飛雪 已經飛出去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不如一開始就買那個 關節是可以拆的 這樣會比較單純一點點 那等他年紀大一點之後呢 可以開始玩什麼 減紙 折紙 這種的 就是一定要 不要記得 便宜 永遠有好的東西 你不要買那種整套 那貴得要死那種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是難配錢 那所以 找那種 就是 沙子偏偏撒 然後那個玩具隨便丟 你都不會在意的那種 那種 所以便宜就好 這樣 好啦 OK 所以 聯絡神經元 有很多的情況 都是屬於這種 多級神經元 所以 人的學習替程裡面 常常就可以刺激這些神經元 因為很不幸的 你在兩歲之後 大腦的神經細胞的數目 沒什麼改變 我們用一個比較白話的說法 沒什麼長進 從數目來說 沒什麼長進 所以兩三歲之後 到底他有什麼發展 就在發展這個東西 沒有 而且你看你們以前背那麼多書 然後算那麼多的數學之類的 到底在搞什麼 就在搞什麼 好像跟我們講這個太早了 而且你們很多不生 好 那我再教你們 好了 現在換戒指 我們如果想要買堂櫃的玩具 那我可以教你一個騙伴 永遠有一些有錢的家長 然後他會有一次的標準 而永遠都會有一群有錢的家長 然後他買之後 發現小朋友不想玩 他不會教 所以小朋友不知道怎麼玩 然後所以動作快的家長 他會很快的就脫爽 對啊 所以 後來這個時候 比較會斤斤計較的家長 就是 嗯 等一下 就是想要做一點那個回收的家長 他可能就會開始在這個二手架的這個架位上拿捏 所以 反正就一直給它砍 一直就砍 只要沒有人 像我都在那個拍賣網站上面做這種事情 就是 只要沒有人跟你在那邊搶那個東西 也一直給它砍 砍到你滿意了 然後他也沒有真的流血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很高興的接收那個很高興的玩具 類似像這樣 蛤? 我們說 就是用這種 哎呀 方式弄來的 好 可以嗎? 所以你不要去當那個衝動第一批 有時候搞不好你不用當那個忍下來的第二批 然後剛好還可以再忍到第三手 就是一手沒有完成功 二手想要玩但不會玩 很多家長也不會玩 就是玩具買來之後 發現小朋友就是 怎麼樣都補不起來 齁 諸如此類的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接收第三手 就已經很便宜了 齁 來不起來 如果是塑膠類的玩具的話 那會來那個 推到洗衣機裡面去跟它洗衣機這樣 對對對 對 老師 老師 小孩生玩得去找投資 什麼? 小孩生玩得去找投資 你看我這樣 我玩具還這樣 不過你們大家說到那個 先生小孩有好處 只要我還有 還有留在手邊的玩具 基本上都非常的高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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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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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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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那個 兩百七十九頁 先把地方解決一掉 神經膠細胞一般比較不會去凸顯它的造型問題 比較會去凸顯它的功能 所以比如說許望細胞 許望細胞是在周圍神經裡面很常用來形成像隨俏這種構造 那隨俏的話 基本上隨俏的話 第一個 從它的構造面 它有點像那個導線的絕緣體 所以它可以幫忙絕緣 那自己怎麼絕緣那種後面講的一個重點 如何絕緣後面再說 然後接下來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纖維外面一個保護層 所以可以擴大解釋 也許它有保護的功能站 你看 然後 那你現在這些纖維 自己有細胞膜 這些細胞膜的外面呢 如果你現在有化學物質要進進出出 是不是可能有跟它經過學校 所以這個時候搞不好呢 又跟這個養分的進出有關係 好 所以 你從這個角度去想的比較快 所以接下來 最後一個 神經斷掉怎麼辦 先不管原因 電線斷掉 以我們一般的導線斷掉很簡單 你把外面的絕緣體再剝掉一些 對不對 然後 中間的金屬導線扭在一起之後 用膠布捆起來 目前他們所看到的神經纖維的修復方式 會是有點顛倒 你這地方斷掉之後呢 它是先修 說什麼 修絕緣體 所以等神經膠細胞復原之後 再來修電線 是天堂過來的 所以它還要負擔神經纖維的修復修復 好 至於有多少種類型 因為我們神經系統實在太膽雜了 所以像虛妄細胞呢 比較常出現在周圍神經 心情膠細胞 心情膠細胞比較會出現在中修神經 下面的寡圖膠細胞也是 那這種心情跟寡圖膠細胞當中的心情膠細胞 又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可以幫忙做一件事情 讓神經纖維跟外面 假設這邊 用另外一個顏色 黃色 假設這邊有微血管通過 血液的成分經常性在變化 基本是穩定了 它可能會有小細節的變化 神經纖維在運作的過程 非常怕血液的成分對它產生乾燥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可以透過神經交細胞的話 血液成分的比如說酸鹼 很明顯 因為你呼吸中的關係 血液當中的酸鹼的改變 就不會直接衝擊到神經纖維的運作 所以他們把這個概念叫做血腦屏障 在我們中修神經裡面 直接形成血腦屏障 這個阻止血液干擾的這道障礙 就是由心情交細胞所形成的 它不是在腦部切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神經纖維旁邊有一道牆 那只是一個概念 就是腦部的神經細胞 相對於血液這兩個部位 負責擋在它們中間的 就是心情交細胞 那另外這樣問題來了 你把血液的問題擋在外面之後 你現在神經源的運作 比較不會受到血液的直接干擾 可是問題來了 血液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防禦 所以怎麼辦呢 第四個 所以神經細胞某種角度 它的防禦要自己解決 所以微小焦細胞 就是中修神經的吞噬性細胞 就類似巨噬細胞那個角色 大家看到嗎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所以神經細胞受到感染的時候 很嚴重一件事情 好 OK 明天還有課 我們不會參與